正在黎巴嫩执行维和任务的中国第18批复离维和部队中 19名女军人覆盖司令部工程参谋 扫雷、医疗、翻译、工程等多个工作领域 她们在各个岗位表现亮眼 尤其是首次派出的三名女扫雷作业手 胜任战斗岗位 成为南离任务区的亮丽风景 杨一青是首次派出的三名女扫雷作业手之一 眼下,她正全神贯注地使用小铲子 配合毛刷、小剪刀、一点一点剥离地雷旁的泥土 凭借着半年来积累的丰富经验 不到30分钟 她就成功让这美白于地下40多年的地雷重见天日 在参加外事活动的时候 有友军就知道我们是扫雷作业手的时候 都给我们竖大拇指 然后还要和我们拍照合影 这个时候就是其实我自己内心是很激动、很自豪的 除了杨一新、张华杰、卢彦宏 也是首次派出的女扫雷作业手 三位女兵和男兵一样刻苦训练 部署到位仅10天 就一次性通过联合国地雷行动协调中心的考核 获得扫雷资质认证 也是此次第一次踏入蓝性雷场的作业手 一想到我们把这片区域清牌之后 多年之后老百姓可能就会在这里放羊 种庄稼 甚至是盖房子 他们就再也不用担心 走在这片土地上会有危险 这就是我觉得很自豪、很有意义的地方 此外 中国第18批副理维和部队下辖的三个分队 共约女医护人员8名 他们在为女性病人救急方面 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受到当地民众和连离友军的高度称赞 我们在美国的党需求 我们需要男人和女士工作相对相对相对 每个键都在各种各种键 所以,即使是迷人或任何其他键 是重要的,我们一起工作 因为男女们和女们一起在我们工作 所以,如果我们在迷人我们看迷人, 这就是有多危险,如果我们在迷人工作 据悉,中国第18批副理维和部队自部署以来,女军人在扫雷领域成功销毁200多枚以色列4号返布兵地雷, 协助开展了100余次人道主席医疗援助,参与走访了多所当地学校和孤儿院,捐赠药品、文具、体育用品。